早上就來高雄 市長韓國瑜 再去到議會市政報告 人也要到民眾議會外面 驅擺抗議 所以民進黨議員送紅袍給他 輪流跟閉門 日空日空 到底有要選總統嗎 韓國瑜說 到沒有很危機 並沒有在他的規格裡面 但是也沒有很明顯說 沒辦法選 也就是說 這樣回答 日後還有很有 有挑剔的空間 高雄市長韓國瑜避孫的時候 立正議員準備紅袍要送他 算了要說清楚 你看你看 到底會不會出來選 從總統參選 到現在為止 都不在我考量之內 選總統沒在他的價位來 但是也沒辦法說出 我不會選三個字 你如果不要直接說 這樣標示 你要向高雄市民說 你可能會選 好啦 他很明顯不敢講嘛 不敢講 為什麼不敢講 好啦你講啊 快講 目前為止這是假設性問題 這是標準答案 你知道為什麼 我不想把這個話講得這個樣子 你不想講死就對了啦 各位 接下來又比這問 近前到香港歐盟出訪的時候 跟中聯辦記民 到底是說什麼 拒絕一國兩制 拒絕一國兩制 韓國瑜連三兩天到紀會 事前報告跟筆寸 包括時代流量民進黨 跟武黨團結 焦點 代表都是中的 是不是要選總統跟出訪中國 記中聯辦的正義 要讓民眾一個清楚的交代